大家好,我是John 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全世界都特别风靡的 我们这样一个Facial Spa 那这个小仪器呢 是我们在美国是最新的一版 是一个在FDA clear的 就是我们FDA认可的一个医疗的家用医疗小仪器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叫做无痛拉脾肌 无痛拉脾肌皱纹小运动 然后又叫做掌上美容院移动养生管 所以它有好多好多的功效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头 这是一个Facial的一个导头 做Facial的一个导头 那我们说把它在换一个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来做身体的一个导头 这就是我们一个波浪导头 来怎么样来做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排毒 同时的嘛 我们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做小作文 我们叫作文小运斗的这样一个小导头 那首先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可以用来做经络排毒 同时又可以让我们来瘦脸的这样一个小仪器 平常呢怎么样来使用啊 那非常简单 我们先看 我们先要使用的话 就和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身体胶 我们叫身体的排毒胶啊 就等于是用来瘦身啊 来紧致皮肤 它里面的成分呢 有磕磕碱 那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脂肪能够打碎 然后呢就容易可以让脂肪代谢出来 皮肤非常非常的紧致啊 那同时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SPA机 又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 可以当做一个啊 淋巴排毒的一个 这样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叫做电子刮砂板 然后等于像刮砂把火罐啊 和我们的啊 刮砂把火罐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啊 就是像按摩啊 都是几何一的啊 所以我们能看到 经常可以把这个 先把这个胶啊 可以放到自己的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排毒 一个演示啊 我们先把胶耳朵附近 耳朵附近 这个是可以经常做啊 就是每天啊 什么这个经常都可以做的 就是要把耳朵附近啊 这些啊 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 这样的排毒的一个动作啊 耳朵附近啊 这个耳朵附近 这个是可以经常来做的啊 好 那我们想 首先呢 要把自己啊 这个手能够打湿啊 这是用我们的保湿喷雾 这是一个保湿喷雾 把这个手两个手都打湿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SPA机放到四 第四档 好 第四档 好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可以在左边呢 我可以用左手右手都可以做啊 所以你能看到这边啊 就是这里的耳朵这边啊 耳朵后面啊 耳朵后面啊 就是一个小点 你要把它耳朵后面这样的 能够这个小点 能够好好的 就像按摩一样啊 在这边稍微点一下 嗯 然后顺着这个耳朵的周围啊 这个耳朵的周围啊 这个耳朵的周围有很多的结啊 就是很多的结 把它打通一下啊 因为耳朵附近有很多的穴位啊 这就感觉就是因为像什么呢 这个Vacial Spar呢 它是微电流啊 就是microcurrent 就有点像人体的微电流一样 就仿佛像我们针灸也是一种微电流啊 然后在这个也是通过这样的把我们的经络给打通啊 然后耳朵这上面啊 耳朵这上面也有很多的 这些穴位呢 都能帮助到我们像头痛啊 感冒啦 现在为什么要经常打这些穴位呢 就是把它疏通了之后呢 那我们的脸部呢 就是有很好的提升啊 很多人就是能看到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结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结啊 就是那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啊 能够替把它啊 这边啊 然后就把它这个打下来啊 这边打下来啊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淋巴啊 我们叫淋巴排毒 因为我们淋巴的话 一定要能够有啊 怎么样就是淋巴的话 我们一定是要能够有通畅啊 人体的几个排毒口啊 人体的几个排毒口就是我们的颈部淋巴 腋下淋巴啊 腹骨弓淋巴 还有我们的腿部啊 就是膝盖后面的那个脚窝 那些淋巴啊 你都要能够把它排干净啊 那这边啊 这边如果你是再多加点胶啊 那胶加上去是啊 是这个这么清澈的颜色啊 然后如果是啊 体内的就注意排出这个体内的乳酸啊 那做的时候呢 你要这样子轻轻的啊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啊 能看到我们这里啊 要做到锁骨这里啊 要做到锁骨这里 锁骨的下面也可以做一做啊 因为这边锁骨也是非常的 啊这边啊 这边锁骨这里啊 毒色比较多的话啊 然后后面啊 后面就是颈部的后面 也是我们经常啊 还有我们颈部的这边啊 这个后面和颈部的这个 这个后面啊 我有时候这样子刮一下我的肩颈啊 这个后面也是很紧啊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后面 经常看电脑我们叫啊 我们就是低头一足啊 后面是非常非常的紧啊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后面 这个颈部的肩颈啊 这些啊 穴位能够打一下啊 能够 这是就是我们说颈部非常紧张的 很酸痛的啊 就是脖子这边很酸痛啊 那好来 你看大家看这边呢 要瘦脸啊 瘦脸啊 就是要脖 就是我们的脸部要非常的紧致 这个瘦脸 然后你就会听到嘎嘎嘎这样的一个响声啊 这个瘦脸这个部分 就会有很多的嘎嘎嘎这样的响声 因为这边就是这样咬肌啊 就是我们说可以V脸 我们叫做V脸的神器啊 这个咬肌你真的是要把它好好的做 这样的话我们脸部的脸就可以有提升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脸部 就会变成一个V形的脸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然后它有时候 我们还知道我们这个眼睛这边的黑眼圈啊 还有那个眼带啊 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想这个眼圈和眼带呢 你要把这个眼睛的周围啊 所以我们就说啊 这个是非常有用啊 眼睛周围 我们记得一下我们啊 做眼保健操啊 眼保健操的一些穴位啊 太阳穴这边啊 然后发际线这边啊 记得我们做眼保健操再来保湿穴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我们是先从这个把它竖起来啊 把它当做一个刮沙板一样竖起来 这边 就是先是这个金鸣穴啊 金鸣穴啊 我们说这个金鸣穴 就是眼睛的这个 这个金鸣穴 就有个点啊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啊 眼睛这个周围的这个眼眶啊 就是眼眶这上面啊 就是眼眶这里呢 你要能够刮一下啊 就是能够眼眶刮一下 去眼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眼带啊 我们眼带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把这个眼眶这个附近啊 能够把它 这个样呢 能够疏通 然后你这样刮过来 会觉得疙瘩很多疙瘩啊 不是放在里面啊 是眼眶啊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 在这里 眼眶啊 然后你就这样 这样能够 转小圈啊 或者是这样轻轻的刮啊 就是往这边刮出来啊 这样排毒一样 把它全部这样刮出来 我们这是要排毒嘛 这样啊 然后你可以转小圈 然后这个当中呢 还有一个点啊 你可以这样按一下 按一下 这是当中凹进去的这个点 可以能够把这里的眼睛啊 如果听到两声响 就说明它时间到了 你再按 按到4啊 然后再按到4啊 还是就记住 这个排毒都是4啊 4啊 然后就把这边啊 轻轻的啊 把它刮到这里 刮到这里啊 然后眉毛啊 我们知道这个眉毛 这个地方 眉头 眉头 眉中 眉尾都要刮一下啊 眉头 眉中 眉尾 然后都要把它往上抬啊 然后把太阳穴这边要刮一下 这个是非常管用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发际线粘 太阳穴和发际线粘 都要刮一下 这是非常管用的 这个就是啊 像小孩子头痛啊 像我们偏头痛啊 这样都是就像刮刷板一样 非常非常的管用啊 有的时候是鼻子不通啊 像我们的那个叫银香穴这边呢 你都可以做一下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管用 把它这样挖通之后呢 这里就是不 不会让你这个液体会停留在这儿 不会有眼带啊 这就是我们去眼带的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方法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排毒啊 就是大家再回想一下这耳朵后面啊 耳朵后面一个小点 这样把它 后面有一个穴位啊 然后耳朵周围啊 这样子把它打通耳朵在上面 然后耳朵后面啊 耳朵后面很痛的 然后把它打下来啊 打下来啊 然后 这个地方 大家 然后 如果有办法的话 可以做后面的排毒 然后经常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你的脖子很紧致啊 然后脸部很紧致啊 这边 那瘦脸要大量的来做 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这样大量的来做 这里 大量来做 这个啊 然后就是 基本上什么地方啊 什么地方就是堵塞啊 也可以把它来做一个其他部位 就是下次我们还会教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排毒 这实际上啊 就是如果做的快的话 只要差不多五分钟 就像对了一样的一个 想要大量的排毒 你还是想要大量的 就是你 我今天想要大量的排毒